大家好,正式节目开始之前,咱们先插播一条游学广告 我们准备在10月20号到25号组织大家到华北明珠、天津、还有河北尊化去游学 一说天津,大家肯定不陌生,四大直辖市之一 虽然它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城市,但是也有很多古迹 比如像它的府文庙、县文庙 这是中国唯一的两个文庙,府县两个文庙挨着 这个特别的特殊,比如像它的古楼,像它的博物馆 另外就跟近代史有关的很多史迹 比如像溥仪住的靖园,像清王府,五大道里的清王府 这些东西都非常值得一看 另外就是在它的郊区,比如我们会参观大沽炮台 第一次第二次洋面战争中国人民反侵略的一个实地 再有就是著名的基辅号航空母舰 俄勒斯的基辅号航空母舰 然后我们还会去到季县,看著名的独乐寺 中国现在辽带建筑,只留下了八座 就是所谓的八大辽构 独乐寺就占了嘴,一个是山门,一个是观音阁 绝对是令人震撼 然后尊话就不用说了,清东陵所在 大清入关之后十位皇帝,除了溥仪,五个葬在东陵,四个正葬在西陵 而藏在东陵的皇帝都很有名,康熙,乾隆,甚至包括慈禧太后都在这 所以从小看着孙殿英东陵盗保,大家可能对东陵也不陌生 这次我们到实地去看一看,特别欢迎大家与我们同行 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报名了 好,那咱们言归正传 这两天,听说韩国发生了一件事,一位在野党领袖,为了反对政府的政策,选择绝食抗议,一共绝食将近20天 这哥们真心饿,最后因为体力不支,把自个儿他给饿进ICU了 绝食这件事,在今天社会当中比较常见,是一种比较激烈,而且文明的抗议手段 古人在表示抗议的时候,也有选择用绝食的方式 最早出现的就是博弈舒奇,哥俩反对五王罚咒 三朝灭亡之后,拒绝吃周朝的粮食,只把野菜冲击 结果一个嘴碎的说了一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地里的野菜现在也是周朝的 博弈舒奇兄弟俩听完之后,连野菜也不吃了,最后活活饿死 博弈舒奇兄弟俩只能算是绝食 不是今天意义上的绝食抗议,因为他们没有具体的诉求 曹魏时期司马懿的夫人张春华绝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抗议 张春华跟司马懿是原配夫妻 既然原配时间长了,定然年老色衰,在家里就失宠了 很长时间才能见司马懿一面 有一天司马懿生病卧床,张春华一看机会来了,就去探望病情 司马懿一看张春华来了,心生厌烦,就埋怨一句 老东西真讨厌,哪用得老反你出来 张春华一看自己好心当做驴肝肺,非常气愤 于是把心意横,绝食自杀算,张春华一绝食,两个儿子,长子司马师,次子司马昭 不让亲妈受委屈,于是跟着一起绝食 司马懿一看情况不妙,赶紧跑过去向张春华赔礼道歉 这个道歉效果不错,成功的让张春华停止绝食 但是司马懿并不是真心悔过 出来之后就跟别人讲,老东西不知道可惜 只是担心苦了我的儿子们罢了 明朝万历皇帝也闹过绝食,当时皇上设立税监 由宫中的太监担任,下放到地方各役 负责监督当地的开矿和税收 万历在太监杨龙到云南担任税监 有了天子的圣旨,杨龙就开始胡家胡义四义开矿征税 稍有不顺从,官员打屁股,民众直接砍头 当时的云南就像是一个火药桶 无论是地方官员,还是朝中的大臣都感到危机 纷纷向万历皇帝上书,要求把杨龙调离云南 皇上根本不听 不久之后,皇上就为他的固执付出了代表 云南当地一位官员被杨龙吃拿卡要 在交出钱财之后,带领手下冲进杨龙的府地 把他痛打一顿之后乱刀砍死 消息传到北京,万历皇帝是龙颜震怒 要求把所有乱党一律捉拿 朝中大臣知道杨龙为非作歹,是死有余功 要求赦免那些乱党,把皇上给气得直接绝食抗议 最后一些开明的宦官和李太后在中间调解 皇上才决定大事化小,只杀少恶,其他人不受牵连 同时在西方世界绝食抗议的情况十分少见 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的信徒都有绝食修道的习惯 但很少用在抗议上 他们真正用绝食的方式表达诉求 你得等到20世纪出了 英国妇女投身女权运动 为了让女权被更多人知道 这群人买原材料,自己在家做土炸弹 做完了之后拎着这玩意上街 1913年的5月,郭伦敦就发生了52起爆炸事件 警察秉公之法,抓了一批女暴徒 这些人但是没有越狱的想法 只是在监狱里喊口号或者绝食 警察虽然并不在意他们喊不喊口号 却担心这些女性因为绝食而死亡 为了避免女球饿死女中的丑闻 也是为了惩罚这些女性 她们对这些绝食的妇女进行了强行喂食 使用暴力把一根管子插进她们的鼻子或者嘴里 强行的加食物进去 跟甜鸭有点像 因为绝食的女球越来越多 社会上就有更多的人支持女权运动 英国政府就被迫做出妥协 1918年的2月宣布允许30岁以上的女性获得选举权 1928年女性就全面获得了选举权 同时期印度的圣雄甘地也在用绝食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 在20世纪中前期 甘地在印度社会取得了相当大的影响力 13年开始甘地就绝食表达自己的诉求 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33年 为了抗议英国政府的印度增加税收 甘地开始绝食 这次绝食可以说让英国殖民当局和印度群众都害怕 英国人考虑的就是万一甘地死了 印度人会不会结缸而起用暴力解决问题 而印度人害怕如果甘地饿死了 他们未来的独立运动就没有领导人了 最后甘地绝食了整整21天 英国人宣布妥协 类似这样的案例不胜为局 从1913年到1948年 甘地一共进行过18次绝食 绝食的目的也不全是反抗英国人 为了抗议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仇杀 他也绝食过 后人总结他的行为和思想 把绝食成为是甘地贯彻非暴力不合作思想最重要的武器 不过这个绝食的办法不是百事百灵 英国国内有一股的势力一直要求北爱尔兰独立 并且成立爱尔兰共和军不断的制造恐怖袭击 英国政府抓了不少共和军成员扔进了监狱 共和军成员认为自己是在对另一个政府效忠 希望得到战俘的待遇 而英国人认为米那个政府根本没人承认 只给他们求犯的待遇 为此1981年的3月监狱中的爱尔兰共和军成员桑兹 这4个人全部开始绝食 这件事在世界上立刻引起了轩敛大波 教皇保罗二世的特派使臣 欧洲人权委员会的委员都在劝英国人接受条件 但英国首相萨切尔夫人始终不为所动 商称不会向恐怖分子妥协 如果这些人坚持自杀我管不着 在绝食了66天之后 桑兹因为营养不良死在监狱里 那他的死呢 让英国政府迎来了人道主一方面的口中笔伐 萨切尔夫人呢 也坐实了恶魔的称号 其他共和军成员宣布接替桑兹的一致继续绝食 英国政府也是继续做毕上官 这场绝食活动呢 持续了整整七个月 先后有十个共和军成员被饿死 也没有让英国政府松口 爱尔兰共和军也在此次事件之后 认识到了英国政府强硬的态度 此后呢由军事团体转型 渐渐就走上了组建政党 走和平路线的策略 总的来说啊 绝食是在用一个会死的行为来表明态度 意思是你无法威胁我 使我放弃我的立场 毕竟我是准备要死的人了 绝食过程中 他输出的潜台词是 我不是不同情理的人 也会给你妥协和谈判的机会 但是这种行为的使用方式 要有一个前提 就是对方是一个在乎你的人 认可你生命的人 如果你的生命在对方眼里含无意义 那么绝食在场失见 饿死再多的人也没用 他们只是觉得你活该 那就跟那个波兰民主之后 第一任总统马文萨访问印度的时候 就评价这圣雄甘地 说甘地玩这套东西 幸亏是遇上了英国人 他要遇上斯大林 他根本就不可能成为圣雄 没有人知道这个人曾经活过 早就被弄死 不知道埋在哪个烂发岗子里了 所以说绝食啊 抗议什么的 你得看对象 好了 关于绝食抗议呢 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